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节目中 我们带大家参观了军事营业工作室 了解了如今一些制作军事战争片背后公司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期我们将来到他们的军火库 给大家看看这些军事装备是怎么样的 带你们进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道具库 然后里面以车辆服装跟一些装备为主 然后先一进来看见这些车基本上都是 因为我们之前拍一部部队的戏 所以说整体进行了沙漠色的一个涂装 然后这一辆是东风的246方舱保障车 然后它整体的这个方舱里面可以进行这个开启跟关闭 这是这些动物 但是因为整个拍戏里面拍完戏以后 我们会把里面整个清空 然后整个这个现在等于是把里面拍戏时候的东西已经清空了 然后车等于是这样一辆一个方舱保障车 三层级是一个隐私道具的吗 对它不可能具有任何的部队使用的这种通讯或者说作战功能 这个就比较危险 所以说我们仅仅是作为隐私道具使用的 这两辆是庞巴迪的X3四座越野车也是从美国直接进口回来的 有两种用途 一种用途是进行拍摄的时候 我们可以进行加装一些附件 然后进行改装 然后进行当道具车用 然后也可以加上一些摄影器材的摇臂跟电动的这种轨道 然后进行拍摄用 因为这种越野车的话 它在拍摄的时候不平的这种地上 它整体架上轨道以后起到了一个稳定作用 它一般车可能不具备这样的拍摄性能 而且现在好莱坞主流的 我看现在新上的几个像西部世界 还有太空部队用的都是同款车型 西部世界里面也做是吧 西部世界里面他们作为玩家游客 他们进入岛内 然后进行猎杀的时候 他们就是同款的车一模一样 他们也是进行了轻微幅度的一个改装 就是有的板面 包括侧门 他们会进行一些调整造型 但是主体车型是这个 然后这四辆是咱们现在目前国产的本市军用车 然后主要作为作战用途 它也有不同的车型 你像这辆它就属于一个平顶的车型 然后行政可能多一点 然后这辆是皮卡车型 后面可以运载一些物品跟人员 然后这两辆是属于6倍车型 现在这个门市越野车也还在服役当中 但是门市现在除了这个属于一代车型 还有二代车型跟三代车型 三代车型它就是有防弹跟作战的一个性能 这个主要可能是用途是作为行政 偏多一点 或者说战区的一个机动性 你像这两辆车 我们自己给它开了射击孔 武器射击孔 可以看一下 这个现在还没有改装完成 如果改装完成以后 射击孔上面我们再加上武器炮塔 因为现在机枪 咱们今天在公司也看见了 就是已经做出来了 然后我们还需要把前引擎盖 整个现在也从墨西哥定的汉马的原车的引擎盖 然后到时候如果换上引擎盖 然后再加上炮塔以后整个车辆跟汉马 基本上是基本上一样 对我们就可以当美军的车辆使用 然后这面的几辆 这个就是属于咱们现在现役的一个东风246的运兵车型 然后主体就是作为运兵用 然后前面两辆有一辆雷达保障车 这个雷达它的机动 就雷达的机械运动它是保留了 但是里面的具体的通信功能也是我们进行了一个雷达的一个改光 但是因为雷达是我们自己做的 当时性能不是非常好 然后在拍摄的时候可能掉了 掉了以后就才没有吹掉了开了一段快 然后这两辆这就是木马人 这有些拍摄一些黑社会非政府组织 反派一般会开或者是正派的什么非军方的这种雇佣人员 它就可能会使用木马人整体它的轮胎包括车高非常大气 然后就是跟军用车比起来 它也是一样的质式的一个造型 然后咱们看好莱坞新上的片子蝶雪战士去年上的 它里面它车队也是用同款的一个木马人 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些轻微的改装 这些就是反派爆炸用的 基本上是全是反派用的 对 你看咱们这三台 这三台这个车型叫海拉克斯 目前伊拉克包括阿富汗他们这种不管是政府军 反政府军包括一些恐怖组织 他们使用的车型都是中东版的海拉克斯 因为咱们这个也是中东版的 然后三辆进行了不一样的改装 你包括这两辆是四座版的 我看皮卡后面还有个机枪的支架 对 然后我们这也是去年拍三体的时候 然后当时用的 到时候三体今年如果上映的话 在里面能看到咱们的这些车型 就是这几辆车 对 然后除了这几辆还有好几辆 然后剩下的还就是一些后面的一些服装 你像这块就属于我们的服装跟装具类型的 然后这边有一些制式的 也有一些我们自己制作的 包括一些外军的 你像这个就属于 像这一件就是自卫反击站的时候 当时兰州军区跟济南军区 他们配发过的一款 装81杠弹夹 包括一些82手榴弹的背鞋 但是这个背鞋因为当时实际军区定制的非常少 所以说我们根据当时一件原品 然后进行了一个仿制 然后整个颜色跟造型还原的 应该说是还比较好的 你看这个也是上老一期的军装 但这块仓库灰太大了 卧槽 这个就属于八五式军装 然后这个是将校尼 也就是属于团 团制干部以上配发的一个服装 然后这些衣服基本上都是 然后你看咱们这个就是07的数码迷彩 就是06协星锯 然后再往这边属于重型的 是07防护背心 然后里面有凯发拉钢板 当然我们拍戏用的话 其实把钢板其实都去掉了 然后再往这边 你像这个可能就属于 这个就属于外军 或者说一些CP MC迷彩的这种服装跟装具 这个大部分都是反派穿的 像这边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警服啊 军装这一类的 然后再到这边这个就是 应该是今年年底之前会上映 就是咱们一个电视剧 叫这个特勤八组 特勤八组这样一个电视剧 然后里面有大概两三百件 这个武警的这么一个军装 包括作战虎班的军装 武警的虎班迷彩 然后03特战背心 包括15式特战背心 整体我们采购的都是这个 正规厂家的军用品 然后它整体质量包括都比较好 它的颜色各方面都比较好 这个还是新的还没用 对有一些可能损毫比较轻 但是整体应该都使用了 有一些可能是在拍泥地摸爬滚打的 有一些可能就是在正常行政过程当中 它可能就不会见到太多的磨损 或者泥土一类的 基本上服装类的就是这么多 还有很多在箱子里 因为太多了 基本上摆不出来 这个是我们比较稍微 里面的道具会稍微好一些 然后你像这块都是美军的原品的一些服装 跟装具 就是直接有的是从海淘回来的 你像美军的MC作战服 然后对 对这里面的服装跟装具 基本上是原品 就是相对来讲 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防灰的处理 但是因为这边仓库灰还是太大 所以说可能效果并不是很明显 原品的话都比较贵 原品比较贵 你像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件 里面有两件CP原品的 就一伸下来可能将近小1万块钱 像这个应该是个CP原品的 CP原品这样一条L9的裤子 但是原品我们大部分进行展示用 然后就实际拍摄的时候 因为咱们现在国产的这种复刻的服装 它其实面料也用的是原品的面料 所以说整体拍摄上应该是看不出来 太多明显的区别 这头盔也是原品 头盔有部分是原品 因为原品好像我们上部拍戏还没整理过来 基本上原品的话都是用来拍特性 对 或者说比较高端一些的戏 它定制我们会使用原品 就是原品现在都具备一些防弹效果 对 你看这个就是原品的头盔 你看我们也是原品的一个 原品的一个美军的一个夜视衣支架底座 然后包括凯伏拉盔 原品的颜色包括质感还是比较好 然后你就不像很多就是说咱们 军迷的复刻的这种东西 它可能整体上看上去不会这么旧 或者说不会这么有质感 原品它带来的感觉还是有很大区别 然后这就是一些小的装具跟零件 然后有些我们临时进行拍戏的堆放的 会放在这里 然后你像这些子弹也是纯道具 这个就是也没有底火都是打过的一些弹壳 但是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抛光跟打磨 然后整体的质感出来震光发亮 感觉质感还是比较上档次一些 然后这边这边还会有一些 也是会有一些原品的装具 你像我们配的CP迷赛的腰分 然后上面奥克力的手套 包括这个fast 这叫fast match 这个弹夹套都是原品 然后整个腰分都是原品 所以说比较珍贵 所以我们也会放在这 基本上拍摄的时候不太会使用 发射器的这应该是一个打过的 对你像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打过的 一个云宝弹的一个发射器 对 但是这个也是拍戏拍的多了 上面的这个描具各方面 已经不是非常全了 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可能还会根据需要 再补充一些上面的 再进行修修补补的 我觉得我们也是每次拍戏 是各种零件掉一大堆 不是虽然坏的 对对对 因为拍戏的强度其实还是蛮大的 你看这个掉下了 下面那个RPG还可以 这个RPG是 是咱们国内的道具厂进行制作的 就是纯粹属于一个道具 但是它制作的细节 包括它整个精度还是比较好的 你看它上面有刻的明文 然后包括整个使用垫幕做的 然后这个使用针木头 然后包括整个机加工的部分 它整个细节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拍戏的话 这个还是基本上看不太出来真假 像我们一些比较多的 非常多的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细节 你像这个是零三盔 然后包括咱们的做讯帽 然后咱们的一些背囊 这块库存非常多 但基本上都在箱子里 如果是在镜头里 可能体现的并不是非常明显 因为基本上都是咱们现役制式的一些装备 然后咱们拍摄的时候 种类各方面比较多 包括大雅帽 女兵帽 基本上是能满足现在武警入海空的所有的一个拍摄需求 头盔也对方很多 你像这个 这个可能就是咱们现在军迷用的比较多的这种fast盔 然后但是我们也有玻璃缸的 也有防弹的 也有这种塑料的 比例都有 然后你像我们年初拍的一部戏 就是突击这个电影 使用咱们最新式的E90盔 然后整体是非常轻的一个防弹材质 包括它后面也用了跟美军一样的快速调整的功能 然后旁边的导轨 包括前面的一个夜视仪支架 这个亏就相对比较好 然后我们库存量现在也比较少 也就十几顶 那这个就是目前国内最好的亏了 可能也没做过数据评测 有可能跟国外的亏比起来并不差 可能比它们还好 至少在佩戴的舒适性跟重量上 现在是非常舒服的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 我们的一个道具枪的一个存放的地方 然后这些都是通过一些正规的道具租赁厂家 然后或者说制作厂家买的一些道具 然后都不具备发射功能 然后款式也比较多 美式的包括现役的 包括一些咱们在非洲 或者说中东地区使用的这种常用的AK-47 这里面都有 然后可以进去看一看 咱们可以看到美军配发的MK18 不是MK18 AR15 然后包括这种 美军涂装的这种 就是咱们看红翼行动 他们使用的那种 类似于这种进行过涂装的 也是非常好 这个是M110好像是 像这边是老一些的抗战时期的 然后包括AK-47 然后包括咱们的这边的冲锋枪 这个UMP 然后UMP45 UMP9都有 这个现在展示的可能并不全 因为我们大部分时候 这些东西都会在拍戏其他的剧组里面 然后你像我们这块可能展示的有个三分之一左右吧 这还太破了 拍戏消耗量非常大 基本上拍一部戏就会损耗三分之一左右 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一个量 各种摔 摔坏的 对 因为它有拿着枪的 你看咱们拍的反派各种导 各种各种被揍 它其实损耗最大的是枪械 然后咱们现在烟雾弹 没有 这边都在这个箱里 这个是 这个是能发烟的 放一发 这个也能发吧 这个也能发吧 你看这个我们烟雾弹道具模型 里面大部分都是不具备实际效果的 但是也购买了一些 就是为了影视拍摄用具备效果的这种能发烟的 啊 这个烟可能有点大 所以我们有点大部分的 能发烟的 对 对 我们有点大部分的 我们有点大部分的 有点大部分的 就是这个 可以 有点大部分的 早一些时候买的这个手持信号棒 它其实确实是有功能 而且这个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哇 这么亮 你看这个能烧个大概30秒到40秒 亮度非常亮 如果夜间进行求身 或者说一些户外用途 还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拍摄的时候 咱们其实在国内的这种 现代军事军警卫星 其实是比较少见这种东西的 就相对来讲 大家可能会用一些 这个拍摄手法来代替 就比如说放烟雾弹的话 大部分会使用烟饼 除非咱们需要拍摄 刚好是特写的 丢出去的时候的特写镜头 或者咱们才会使用这个东西 这一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军事营业为本期节目提供的支持 这会我们会有更多的合作 直接去战争片拍摄现场 给大家看看一些什么爆炸爆点 集中人的血包等等 展示如今军事战争片的战场特效 是怎么做的 同时也祝愿最后的战事2 能早日顺利拍摄完成 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赞 关注点击小铃铛 我是乔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